邱静芝会复活吗 我相信大家可能刚刚看了这个大街景以后 一定有那么一幕啊 会特别的印象深刻 就是邱静芝最近一次看烟花 是在刚才 所以嘞 那到底这个所谓的刚才是一个神奈比情况 留给大家去想 好不好 邱静芝会不会复活 不知道大家是希望 还是希望 不是希望 嗨 哈喽 大家好 准时 欢迎欢迎 欢迎欢迎 大家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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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个造型先 能看到吗 哈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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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我也不太确定这个是镜像还是不是镜像的 没关系 这样 我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就是那个在大理斯少青牛里嘴比金刚石还硬 斑牙 斑牙 不需要打马鸟 不需要打马鸟的金无味 邱将军 邱请之 的批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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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魏 不行 别坏我了 给大家看一下 Doc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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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Q 因为我怕这个嗯他有一些这个镜像还是什么之类的 怕邱大家认不出来 所以我就写了一个Doc Q 有点意思啊 给大家看看 这个邱医生上班了啊 哦不对 不是邱医生 邱将军来上班了 对 大家都进来哈 能听到我说话吗 啊能听到 看得出来 哦看得出来不错 行 因为今天是我们大理斯绍青游这个会员的收官日 所以邱将军特地嘱咐我啊 一定要这个替邱将军来执这趟夜班 来问问大家有没有看今天的大结局 心情如何 哎 声音好小 我都快放嘴上了 应该不小啊 为此专门斥资150元 买了一个耳机 生怕你们听不见 这句子 不敢看 不敢看 看哭了 哭死了 没关系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 夜聊局嘛 就是大家如果有什么想对邱将军说的 或者想对老魏说的 都可以在评论里打下来 我会随时跟大家进行一个互动 嗯 声音小 不应该啊 哭哭哭 我看大家说 复活吧 哈哈 活过来 挺好 嗯 哎呀 大家怎么说 我心里就放心了 其实我感觉为你很久没有 嗯 首先没有很久没有这么担任直播 呃 有大概 这么一个小时的时间跟大家进行互动啊 呃 再一个 已经很久没有在直播的时候会 这么的紧张 啊 这种紧张可能大家无法理解 就是说这个直播聊聊天有什么可紧张的呢 嗯 呃 因为大理斯少青友以及邱性之这个角色 对于我来说 意义非凡 对 所以当 这部剧 呃 今天算是会员收官嘛 对 在这个收官的这一刻 在大结局放送的这一刻 大家能够 来到直播间 我们一起进行 啊 今天的这个直播互动 多少我心里感觉很紧张 因为我也不知道这部 剧 呃 大家看完之后 对于 邱将军这个角色 每个人心里的一些 想法和你们看完之后的一些 呃 想要跟我诉说的话 想要对邱将军诉说的一些话 对 所以我会 内心很忐忑 呃 呃 呃 因为大家对邱将军的这个结局 感觉有稍许的 啊 稍许的一难评 所以我们在这个 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啊 这个也是被 我也是被安排了有三个隐藏任务 哎 就是咱们今天这个直播互动当中的一些 呃 隐藏任务 我来看看啊 一共 是有三个 三个隐藏任务呢 我先跟大家说一下 这第一个怎么可能告诉你们 哈哈哈 所以呢 那如果有眼尖的啊 啊 微星朋友也好 或者是各位粉丝朋友 或者是看了我们大理斯 少庆又又来到老魏的直播间的啊 这个朋友们 如果你们能够在第一时间猜出哪一个行为 是在执行我们今天直播任务里面的隐藏任务的 啊 比方说啊 比方说 这个啊 我今天出场戴了一个Dotter Q的口罩 哎 那第一个朋友说你是不是有隐藏任务啊 那当然这个我们是举例说明啊 举例说明 这个 那就算是猜中了今天的第一个隐藏任务 当然 这个只是举例说明啊 不包括戴口罩这件事情啊 如果 呃 有第一位粉丝朋友 在评论里面猜出来了 这一个行为 是在做 是在完成今天的隐藏任务的话 就可以获得本月的 为你而填的奖品 奖品是什么呢 我们先卖一个关子 哎 买一个关子 那如果你猜到了 呃 即便是我可能因为 很匆忙 或者是没有注意到你的评论的话 也没有关系 大家可以放心 啊 这个隐藏任务 如果你回答出来的话 我们工作人员呢 是会认真的翻看大家的每一条评论 直到找出来这第一位 能够猜出来 哦 这一个行为是隐藏任务的 这位朋友 将获得本月为你而填的 礼品一个啊 在这里是什么礼品 我们先卖一个关子 好不好 呃 一共有三个隐藏任务 一共有三个隐藏任务 呃 期待哪三位幸运的朋友 可以猜出来了 哎 这当然咱们就说哈 这个 DOTR Q 啊 他是不是隐藏任务 嗯 耳机 耳机不是隐藏任务啊 这个真不是 对 真的不是 我看看大家 因为 因为我们用了大概八分钟的时间 做了一个简单的开场 哎 我自己心里会觉得 稍微 平复了一些激动的心情 我相信有很多朋友 应该是都 看了我们的大戏曲 看了最后的几集 如果你们 有什么想说的 都可以在评论里 我们进行 互动 哪里隐藏了 不是 是这样 就是在整个直播的过程当中 如果说 可能某一个行为 让你觉得 哎 是不是有点 呃 怎么说呢 有有那么一点点 不合逻辑啊 或者是突然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 这有可能 就是今天的一个隐藏任务 或者是大家有什么 想问的 都可以 踊跃的在评论里面 向我提问 这样的话 我们进行一些个活动 嗯 给点提示 刚刚有做了 刚刚没有啊 刚刚没有啊 大家不用猜刚才的那些 那些那些行为啊 那个都没有出现在隐藏任务里面 嗯 对啊 因为我前面 打了一个灯 看到就是这个灯啊 有有有有点美颜 完了 因为因为我这正好 对 这个现在所处的这个环境下光线特别差 嗯 送伞 这件事情 我想小弟兄应该是已经收到了 对 今天有哭 没有涂口后 真的是 没有涂口后 好 我们刚才的开场也结束了啊 这个 我们就进行今天的直播的第一 一个正式的环节吧 叫做 互动回答问题 环节 哎 这个当然了 这个我的工作人员也是 在这两天帮我汇集了一些 大家特别希望能够去问到的一些问题 我们先开始啊 他们大概准备了我看一下 大概准备了有 七八九十道问题 啊 我在回答的过程当中 如果大家在评论里面 呃 也有这个这个 想问的啊 我们可以随时来进行互动 好不好 我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有很多朋友可能想知道 呃 老魏有没有为邱庆之而落泪 邱庆之是你演过最虐的角色吗 嗯 其实准确来说 我也是在 因为因为从我们拍到现在 也过去了很久的时间嘛 呃 同步在拍摄这个呃 现在的这部剧的同时 也是有在追我们大理斯少青游的这部剧 为邱庆之这个角色而哭泣的时候 我觉得大概有 呃 有两次 我很精准的能够记起来的 有两次 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 不知道我们的类点是不是一样 可能跟大家不同的是 因为我在呃 前期在看到剧本 在了解到角色 再到去试验的时候 有其实有很多个 哭点 包括剧里可能大家看到的 呃 这是其中的一些剪辑出来的片段 那我们在现场可能有很多时候 会在那场戏里有有落泪的 落泪的情况 呃 但是可能导演也好 或者是编剧老师也好 会觉得可能这一刻落泪 对于整部剧集的一个推进 呃 会不太适合出现在那个地方 所以我们就没有把它放到正式的 这个里面 不过有耳朵的 没有耳朵 没有耳朵 那我在看的过程当中 其实印象很深刻的是 呃 呃 应该是李炳一也白头的那个画面 对 呃 我相信大家没有在没有看到 呃 怎么讲 在没有看到最终的呃 呃 结尾的时候 是不知道邱将军 他有落泪的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人可能 就是觉得他只是一个转身的 呃 离开眼睛有点微红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其实邱将军在那一刻已经落泪了 所以在 在最开始看到那个片段的时候 因为我自己演的时候有 有落泪嘛 所以 其实在那个 转身回去的那一瞬间 我自己看的时候是跟着他一起落了泪的 呃 那是今日在落泪 直到今天正片呈现的时候 呃 我也有在落泪 对 这是我所印象很深刻的 呃 呃 第一 第一次在观看的时候落泪的情况 那第二次落泪 其实应该是跟大家一样的一个时间点 就是在最后大戒大戒局的时候 嗯 我自己看也是因为穿插了很多闪会 又有很多小的时候 再到 儿时的时候的一些画面 再到 嗯 可能去那三年前 啊 三年前的那些画面 当这一幕幕完全串起来 又从整个剧的脉络 到了最终的一个燃清点的时候 我跟大家是一样的一个心态 心态 那是一个很很能落泪的一个地方 对 所以 可能大家看的时候也觉得很扎心 那我们在 试演这些片段的时候 其实也是跟大家的 看到的时候的心态是一样的 这种落泪可能是 呃 有一种共情 或者是真的有带入到 邱将军这个角色里面 了解到他的 经历了以后的一种 一种悲伤和感慨 对 这是我自己的两个 落泪的点 是不是我演过最虐的角色 呃 对我来说真的很虐 呵呵 不知道 大家 看完之后 是不是怎么觉得 对 至少对于我本人来讲 因为之前有演过 呃 奇妙男友2的时候 也是觉得很虐 对 但这种感受又完全不一样 我觉得 到了 今天为止 邱将军和大理斯的事